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4月15号国会议院选举 50多天前的17号正式扬帆起航 本届国会议院选举形成了 执政党的共同民主党 还有同贺党 还有在业三党合图的一个民主同贺党 正义党 还有前国会议院安泽秀的国民治党 武当居立的一个局面 今天的社交点节目 就是说现在初中复杂的韩国政坛 在4月15号韩国国会议院选举的 做一个展望 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两位张家 一位是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 刘春恒记者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家 许明基先生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首先留记者 最近在业党之间的一个合同连横的一些事情 受到舆论的关注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 两个统合党 一个叫未来统合党 一个是民主统合党 这两个党都是在17号 他们组建一个新党 这是一个 这是有多个党 比如说是未来统合党 是最大的自由韩国党 自由韩国党是 前身是自由韩国党 它是一个最大的党派 然后新保守党 然后向未来前进4.0党 这三个党组合起来 他们成立的一个党 叫未来统合党 这个党基本上是保守阵营 最大的一个政党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党 叫民主统合党 我们知道韩国之分 就是青山南道 北道 然后还有一个 缺裸北道 缺裸南道 这样的 比如说是未来统合党 这一边 它一方面是保守阵营的 两个民主 两个统合党都是保守阵营 但是未来统合党 更倾向于青山岛这方面 然后民主统合党 是缺裸道那边的国会议员 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 然后受到缺裸道那边的 道民的一些支持 所以是这两个政党的重新组合 是在野党方面的一个新的组合 他们的对抗目的 是共同对抗共同民主党 民主党是目前的执政党 所以是在四月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可以期待是共同民主党 然后的是未来统合党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民主统合党 还有目前代表工人工会的一个正义党 还有另外现在这个安哲秀 是一个非常 他是一个科学家 也是一个教授 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 他曾经退出了一段时间以后 重新又回到政坛 他说他要成立个安哲秀党 但是安哲秀是人民不能作为党员 所以是他可能就是也会成立个政党 然后在这次选举里面 分成五个政党 争执4月15号的国会议员选举 那许先生 韩国政坛的五分天下的这种局面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这个安国执政党 当然我们说共同民主党 但也是这个韩国最大的一个政党 第一政党 这因为国会员他们人数比较多 那么再说在最近 这个执政党的支持率 总是都会在40%左右 甚至那以上 当然有一度可能跌到三十几 但是都保持在40%这个水平 那么相对保守阵营这边的支持率 就相对差不多差了10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选举的话 那可能胜算不很大 所以说保守这边是需要一个转机 那么这个转机是什么呢 就是在合并了 合中联合 那么在合并 因为保守阵容这边要合 因为过去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三年前 这个朴槿惠总统被弹劾以后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执政党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分出来了很多人 对吗 大韩国党就分裂了 对对对 分裂以后呢 现在呢就是把这些势力呢 要重新要再集中起来 所以呢他们现在呢 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未来统合党 这未来统合党 因为叫本来的这个韩国党 本来有105个席位嘛 那么这里呢有这个新保守党 新保守党过去也是从 从大韩国党 大国家党就出来的这些人嘛 那么回去了 那么七个议员回去了 还有一个前进党 也是一样 所以说现在加起来的就113个席位 那么跟执政党呢 就不差几个席位了 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年轻的一些 就是组织也好 就我们说公民团体也好 或者是小型的这种 年轻人的政党也好 也有加入到里面去 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 想办法能通过一个大合并 当然现在有人也批判说 这不是合并 好像是有点吸收 被吸收的感觉 但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反正是 因为这个已经 这个政党已经成立了 正式成立了 所以说呢这个大概保守 那在这边 现在呢有些想办法 要在425国会选举中呢 要争取更多的席位 但问题是呢 这个党大了嘛 那么但是选区 还是那么多选区 是的 所以说那就是我们说攻剑嘛 就是推荐谁到地区去 这个也是一个 现在有点争议 除了这个以外 刚才说的这个 所谓的民主统和党 这民主统和党啊 其实这个名称现在这个是 宣官委是不允许的 所以他们可能呢 再想办法另外 再起一个名字 就好像那个 安德秀 他刚才说是安德秀党 这个不行 后来说国民党 这个也不行 直到最后再用过去的 国民之党 这个被批准了 所以说呢 安德秀这边是用 国民之党的名字 那么这边湖南三党 我们说这个就是正未来党 还有这个戴岸新党 还有这个和平党 像这三个党呢 现在呢就要组一个 这个就是统和党 也是这个统和党 但这个名称呢 现在还不能用 所以说他可能要想别的 现在问题是呢 现在是国民之党 就安德秀这边 这边呢 其实两边 就是执政 除了这个执政党以外 这个像这个就是 未来统和党 还有现在 现在还没有定名称 但是我们说是 这个民主统和党 这两边都希望他能加入 可是他呢 好像现在 目前的情况来 还要走 这个独自 自己走自己的路线 所以说呢 现在变成四党 再加上一个原来 刚才刘记者介绍的 这个正义党 再加起来的话 就五个 是不是在增添下 但是呢 除了这以外 现在有些变数在里面 另外还有几个小党 虽然国会议员不多 只有一个人 但是有一个叫民众党的 这个党呢 上一次 在这个地方选举的时候 表现还不错了 不是很差 当然 比起那些大党是不行 但是还可以 还有一个呢 叫我们韩国党 这个党呢 我们就太极旗这边 的一些阵容嘛 对吗 还有一个什么牧师在那里 现在呢 好像是前这个经济道知识 金文珠 加入到那里面去了 这个党现在呢 可能是这样 这个保守大联合的 这个未来统合党呢 可能他们有一段距离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 这个统合党 未来统合党里面 如果有人拿不到这个推荐书 不能出马 竞选的话 说不定还有可能留到这边 现在情况是有点复杂 所以说不然的话 就是你无党派的自己去竞选 但是呢 有个党还是比较好一些 所以说现在因为不管是在野党也好执政党 尤其是这个执政党 共同民主党 还有现在新的一个就是统合党 未来统合党呢 大部分都要将这些议员呢 比方说就是他自己属于自己地盘的这些议员呢 至少要换水30%到50% 对 那么这些人呢 可能会不满 为什么是我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会出来一些变数 所以说我们还有可能 我们还要关注的呢 就是民众党和我们韩国党 所以呢 现在加起来的话 一般我们可以知道的 就是这七个党 这七个党里面呢 当然现在我们最关注的还是这五个党 所以说 这个如果说 这个未来韩国党 能以现在的阵容 如果说能保持现在的这个阵容的话 说不定他们也有一种 这个所谓的这个 结合起来的一种效果 那么这样呢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比方说 因为现在经济也不好 北韩问题 南北关系也是这样 所以说 再加上又来了个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好像这个 对执政党是有点不利 事发改革方面也有很多争议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胡贵员选举 一般都在总统选举之间嘛 是 在中间嘛 那这样呢 有一点什么中期选举的感觉 是 那么这个呢 大部分 都是对这个在业党比较有利 当然也不 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 其实啊 这个这种在业党的化学融合 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各的那个一个攀算 在业实力这么多的话 也许是分散力量了 对也有可能 但是现在是这样 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韩国党啊 他不是自己弄了卫星党吗 是啊 这个卫星党是什么呢 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比例代表 是 所以对吗 这比例代表 现在这个比例代表的这个政党 要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 这如果说是你合并了 统合了嘛 现在变成未来统合党 那么这个韩国党怎么办 那现在好像意思就是说 有很多人自愿说 不要参加这下一次的选举的 这些国会议员呢 现在已经有五位在里面了嘛 那么可能还会吸收一些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是地区 如果不能去竞选的话 那么要给他们一点这个礼遇的话 说不定把他们安排到 这个就是比例政党这边来 那么给他们高一点的这个顺序的话 那么说不定就也可以当选部会员 好像现在第五位 就是好像有那种可能性在里面 反正是那个选举法的一个 新的选举法采取之后呢 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方面的一个新的变化 有这样的卫星党也增加了 还有各有各自己各的那个判设 那刘记者 最近各党的那个选拔国会议员的 获选人的一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一种特点呢 比如说是在野党方面 我们刚才说是未来统合党了 未来统合党就是政治人物比较多 民事比较多 但相对的来说 我们国会议员的席位固定的 那所以是你只能推荐一个选区 只能推荐一个人 所以是他们这些人 我们知道这未来民主党 他们是倾向到比较多 所以是我们有句话说 我们就是只要是个人 只要送到那个选区里面 一定就会当选 因为是青山道的人 就是非常支持这个 以前是韩国党 大国家党 现在是改正未来统合党的话 但是比如说这次 他们的党主席黄教安 就是跑到首尔最激烈的选区 中路区 所以是他们就是提出一个口号 要求这些民事有民警 也就是有名位的 有地位的 有能叫得上号的人 不要一直在庆商到这选区里面选区 要到有激烈争议的 可以表现出你的身价的一个新的选区去 比如说哪边激烈 像黄教安一样 但是这方面好像有很多噪音 这种战略体罚也可以理解的 但是好像统合党来讲的话 要换一个形象 所以他们尽量造一个新轮 但是旧轮怎么办 所以这个也有争议 现在已经里面有不满的声音出来了 但其实除了在野党 执政党里面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一个地方 一个选区对吧 那么现在47个比例代表 就剩下253个地方 那么你这边每个地方 都有好几个人要出马进去 所以有一个叫公建管理委员会 推荐一些委员会 那么如果说有一两个一个人的话 当然只有他了 但是如果两个人以上的话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面试了 比如说执政党清瓦台的很多官员 他们认为他们这是很有能耐 因为你现在在高位 所以他的一句话就是非常重要 然后他们觉得说 你看我的知名度很高 但其实在实际的选区里面的知名度 并不一定很高 对啊 台湾只是从事这个政府的一些行政部门的 所以这个历届也是一样 在历居选举以前都有杂音 而且也有一些人都是退党以后 自己无党派的去竞选 甚至也有不少人当选 当选以后 后来再回到自己党里面 也有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还不是完全稳定的 现在随时还会有一个变数 会有变动的 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所以我刚才特别提起 那个什么我们韩国党 什么民众党这些党 或许在这种所谓的 在推荐的过程中出来杂音的话 或许有人会进入这些党 也不一定 所以韩国的国会议员选举 永远的党派就叫做无党派 假如是你的韩国大国家党也好 未来同克党也好 你不提名我的话 我就是无党派了 如果没有组织的一个背景的话 很难当选 难了 所以他需要一个组织 所以可能他进小政党 如果进去的人多了 那么也有可能 不过过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圈高 或者是只能推出政坛的 这种情况不多见了 可是现在可能有的人是自己说 我这个再不想干了 自愿的 有些是自愿的 但是有些 哪有 被逼的了 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 这次通过一个什么 就是曹国事件以后 执政党里面有几位 比较厌倦 自愿退出来的也有 对吗 那么其实这个国会议员也是一个瘾 做了一次以后 就一直想做 有这种比赛你是不错了 但是有些是因为情况逼不得已 所以说是宣布说是 这一次不参选 也有这种情况 当然 刘继者说了 当然自愿的人并不是很多 那么有些是被 怎么讲 就是说难听一点 就是被逼迫 被逼的 所以实在是没办法 所以说一般就是说 我下一届不出马金选了的人 出来讲话的时候 这表情都是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如果说女性的话 可能会流泪 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所以说 现在的情况下 各个党 尤其是这两个大党 这两个大党都说要换血 就要换百分之什么 至少20 最多50这样换 那么50的话就一半 你现在的议员 如果你有120个党员的话 60个 你就要换出来了 那么这里当然都不想 但是好像是现在有什么 公监管理委员会 他们非常公正的 说是通过面试也好 通过一些资料 来看看你议证活动怎么样 可是这个也有杂音 总是会有杂音的 所以说目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都跑到一个大党里面去的话 那你可以出来竞选的 就是少 比较小一点的党的话 你都可以 一般都可以 所以说刚才说湖南三党 这边呢 因为你加起来只有 这个二十几个议员 所以说 你在湖南地区也够你排的 不用说排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呢 对这个就是在 就是出马的问题上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像这种大党的话 在这边的肯定都是会有噪音 是 那这个我们一般 美风那个选举的时候 就是中路区 就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地方 选举一番低 对 而且今年是两位国务总理 都出现了 前任的 一位是黄小安 他是最大在野党 只有韩国党 可能会改名到未来的统合党 他是党主席 他是大民国的第44代的总理 也是朴槿惠总统执政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理 然后呢 是黎洛渊 黎洛渊是第45代大汉民国的国务总理 他是这个我们现任文在寅总统的首任国务总理 现在已经卸任了 两位呢 都已经公开表态 表示要在首尔的中路区竞选总理 这表示两个大阵营的最高 派出的最高的一个代表竞争 那就是比如说黄教安 他就说他不只是来代表竞选中路区的国会议员 他是要审判文在寅总统执政的一个 那也这么说 对 然后呢 相对的来说一落一落 就是来支持文在寅政府的行政能力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像刚才您也说过的 就是现在是文在寅政府一直从2017年开始执政 所以应该是应该对于他的政绩有一种评价的一个 不过过去两年来看的话 经济也不好 您刚才前边也提到过 那个什么南北关系也不好 那这样来想的话 李乐园的那个业绩也不算是很好了 可是现在我们一般看民调的话 总是他比较高 而且呢 这李乐园是先决定的嘛 那么在黄教安是后来 那么后来呢 也有一些人说是可能是逼不得已 他也是啊 因为他不能再冲下去了 所以说呢 不得已 所以接受到这个中路选区 因为中路选区比较有象征性 因为过去在这里 总统啊 当过国会议员的人 有两位嘛 三位是当总统 李明博 还有陆宣 陆宣也是嘛 所以说 这个我们说变 说是这个最激烈的一个战场 具有象征性的 那刚才这个刘记者说了 这一些就是过去在自己的老地盘 老是当选的人呢 叫他们到所谓的险地 危险的地 就是说对我们政党不太有利的那种地方 你去选 因为你有知名度 所以你到那里去选 可以拼拼看 那么其他地方就让给政治新人 因为这个一般来说 但是现在的情况多少有点改变 但是呢 还是一样 自己的地盘呢 这当选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一些 但是这两位 这两位啊 就是前任国务总理呢 其实对于政治来说 都是政治新人 那并不是政治老手 然后他们 李洛源不是啊 李洛源是那个权罗难道的国会议员 他是 对对对 他也是道知识 道知识 但是黄教安来说呢 他是新手 那除了这个中路区之外呢 还有一个跟司法有关的 那个炒果的一个争论 也是比较激烈 那江西区 江西区有分甲有分一这样嘛 他是江西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这个现在执政党的国会语言 叫这个秦泰谢 秦泰谢 秦泰谢呢 大家可能有人知道吧 因为他在这个曹国 这个就是听证会的时候 也好怎么样的时候 他就有点抨击 因为他是执政党 但是呢 他就是抨击了这个曹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党内呢 也有一些就是人 就是维护 拥护这个曹国的人呢 就对他有些不满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是不是还要再出来 竞选这个国会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人呢 有个律师 他呢 叫这个金南国 所以这位呢 是写过一本书 叫这个曹国白皮书的 他是拥护 这个曹国的 曹国的 那么所以呢 他说他要到这个江西甲选区来选 要跟这个 跟秦泰谢 秦泰谢要竞争 叫板了 那秦泰谢说 你不能把这个曹国这个已经 现在好不容易慢慢慢慢 已经消失下去的事情 你又把它翻出来 拿着这个曹国来竞选 这样不对 但他说不是 我一定要出来 所以他向这个执政党提出了 这个就是申请 后续人申请 当然现在还没有决定 或许也有可能 或许没有可能 也不一定翻 所以呢 在秦泰谢说 这个你也想想看 19届选举的时候怎么样 对吗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个律师 他叫这个金荣敏 他呢 这个过去在一个 这个是在主持一个 一个节目的 那不管怎么样 他呢被推荐了以后呢 最后呢 就是因为他有点 就歧视女性的这种言论 所以呢 这个受到了打击 对 那不只是在选区 连全盘的在选举上呢 都为了他 就带累了这个执政党 所以说不应该这个 重蹈覆辙 所以说呢 他是希望说还是以现在 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来推下去 没有 你民主党不提 他那个未来统合党 他们也一样会提 是 这个当然是选举肯定会提出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一个执政党的代表 就说话 好像也不谨慎 对吗 什么又说什么残疾人 怎么样 所以还有呢 这个这次不是这个 这个情况不好了 总理呢 不是去了 说哎呀 你们这 现在就可以好好休息 休息 没什么人 这个是说风凉化 还是说安慰的话 对 现在也有一些争议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情况 现在就是说 对执政党呢 目前这个就是不太好的因素 太放心了 可能是以为说 我们还是政党支持率 在40%以上 比较觉得说 我们下一次还可以掌握国会 好像有这种心态在里面 今年的国会议员选举 其实是事情比较多了 刚才讲了炒果的事情 还有中路区的两个 总理的一个对战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太阴号 这个托北来的 对 总理公事的事情也有了 对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是朝鲜前驻英国的 公事 对 叫太阳号 他以前那小时候 到过中国去念书 所以他应该会说 相信我们有机会的话 请他来这里 我们电台曾经邀请过他 做那个interview 这个人是邀请 收钱的 收得很贵 所以是KBS不知道 有没有钱可以邀请到他 然后他是在2016年8月 从朝鲜 然后决定投诚 然后到韩国来的 然后他在2016年12月 开始到2017年1月的期间 在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工作过 然后目前是韩国公民 然后他是代表一个非常知道朝鲜内部 这个内容的人 所以是他愿意 已经到大国家党 未来统合党那边去 表示要参加这次的国会议员选举 然后我想这个是应该很新颖的一个新人 我们因为刚才您也提过 就是说我们需要换水 至少要30% 有的甚至口号要提到50% 所以是从很多各行各业方面来挑选新人 然后代表一个保守阵营 代表反共的一个阵营的未来统合党 挑泰永浩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 我这里稍微补充一下 他名字改了 他叫泰旧民 泰旧民 救民是人民的 他要救人民的意思 要改名了 因为他不是要有著名登陆证 你这里用他的名字的话 可能那边的人会对他有不利的行为 所以说因为过去也有这种情况 逃过来的人不是被他们的特务 特工不是被暗杀了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改了 听说他年月日出生年月日也改了 名字呢 因为这次你要竞选嘛 你要拿那个身份证嘛 那你身份证的名字跟泰永浩不一样 他说改了他公开的说 假如是我们在那国会议员选举的过程中 你要游说嘛 你游说的时候你要面对很多人 不能说是改了名字就很安全 难道得有保镖嘛 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行动可能会危险 对啊 除了那个事情之外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新冠状病毒的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TK地区嘛 大丘 庆北 现在呢这个闹的最大都要跑到这个地方去 突然间增加30多了 对对现在不是有80多个人了吗 这个就是说庆北地区 尤其是大丘这边现在发生了这个疫情 而且呢就在蔓延下去 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大丘也是一个挑战 对这个整个这个选举呢 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 所以说呢除了要跟这个就是一些 就是政策在这边来拼搏以外呢 我看这个疫情 这个呢给政治呢 也给这个选举呢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其实4月15号的那个国会议员选举之前 现在只剩下了50多天 但是呢现在仍然是变数比较多 不仅是政治方面还有安全方面 加上一个那个死病 这个疫情方面也有了 所以我们要继续关注 希望是这个50多天里面这个选民们都准备好 要选哪一位 为了那个韩国这个政坛的一个发展 做一个比较明智的 或者比较合理理性的选择 好 今天的私人家电节目就到这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